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过,继续讲食伤 在开治之前,我们又做了一阵 很好,回到自己内心的本源世界 享受下很難得的,雖然是很短暫, 但是很神聖的內心平靜。 如果徹底改變你的飲食習慣, 開始跟別人這樣飲食不同, 做一些很天然的飲食方式, 整個人就變了,都說, You are what you eat, 我自己在差不多十二年之前, 就決定了完全食生, 食客人馬上不同了, 真是的,多盧多德, 你吃什麼就會變成怎樣? 現在想和你分享一下, 我食了生之後一年, 那時候講了什麼? 我一路完全食生之後, 都是記錄了我整個過程發生什麼事, 現在我真是想趁這個機會和你分享一下。 我發現我食了生之後有很多轉變, 第一就是死生之後, 整個人都開心了, 其中有一種開心, 就是覺得自己終於回歸自然了, 因為每一天吃的東西做的東西, 再次是符合原本大自然設計給我們安排的東西, 那就是感覺到長期大自然祝福你的。 你越吃得簡單清純, 實踐現在越長, 裏面那個世界就越來越是很不同了, 開心、平靜、無緣無故, 裏面就湧出了很多愉快、滿足、喜樂的感覺。 這樣時時都覺得自己做人痛快臨離, 天人合一、平靜安長。 這種境界就是古今中外的高人, 不斷去追求那種樂園境界。 原來就是這麼容易, 吃生就可以了。 第二, 吃生令你從那時開始充滿信心, 知道自己是贏在起跑線上。 因為在生命的比賽之中, 好像賽車那樣, 你油缸裏面, 進入那些油超班勁了, 其他那些人全部都是質素很差的汽油。 那你見到他們都這麼累, 個個都這麼呆滯, 個個都這麼癲失控。 自己又活力充沛, 頭腦清醒, 特別心平氣和, 伸手敏捷。 你會覺得自己真的很幸運, 很感恩。 第三, 吃生令我們的生命特別豐盛。 因為你會感覺到, 你生存在這個世界上, 有很重大的使命, 由於你完成這張使命, 就得到很大的滿足感。 這種使命就是來自不忍之情。 你被迫每一餐看到, 周圍的人, 這樣吃東西是違反自然的, 搞到自己身心靈都很慘, 也都累到這個地球, 周圍眾生那麼痛苦。 個個都吃得那麼變態, 搞到自己思想那麼符勝, 周圍都是災難後果。 那你就覺得很不忍。 這種不忍之情, 令你很有動力, 立志去奮發, 改變現狀, 減少這個悲劇繼續發生。 你會對家人, 對朋友, 對同事, 多了很多體諒, 很多關懷, 不斷誠心去祝願他們。 快點回頭是岸, 回到天然的飲食方式, 享受到健康和真正生命的幸福。 講了三樣, 第四樣, 就是你會找回生命的意義, 還想怎樣? 因為你身不由煮, 沒有選擇, 一聲就加入了一個轉化運動之中, 就是人類文明重生, 你是在參加歷史上, 最刺激最轟天動地的, 真正文化大革命。 你是在戰場上前線, 做了變革的遷風, 你將自己拿來實驗, 你吃每一頓, 每一餐都是為了同胞, 為了自己的社會, 去研發新世代的飲食方式。 你生活在地球上, 每一天都是去找, 去體驗, 去設計, 全新的飲食習慣模式。 你很慶幸自己, 在紅樓的漩渦中間, 親自感受到歷史的轉變, 就在身邊發生, 甚至在自己生命的裏面發生。 明白到為什麼, 我們所謂文明發展, 由第一天開始, 就走歪了路。 其後幾十萬年, 越搞越錯, 終於搞到現在, 我們這個世代周圍的環境, 快要全面崩潰。 這個殘局是這樣的。 於是, 你明白到, 從此我們不再吃熟食。 回歸天然這個飲食方式, 就是在這麽悲慘危險的命運之中, 最後的生命抉擇。 你就感覺到, 自己走上這條不歸路, 選了這樣做, 覺得很慶幸, 很幸運, 很自豪。 不知怎樣, 你成為了綠色的人間模範, 從早到晚, 你在示範正確的, 最慈悲、最健康、 最高享受的食法, 以及最精彩的, 做人態度方式。 第五, 食生是令你真正做自己。 第一, 你得到不同。 你夠膽, 眾人皆醉, 我獨醒。 親自看到, 十目所持, 十手所指。 這種考驗的滋味, 全世界都插你。 就算你平時習慣了聖間內向, 什麼都不出頭。 你不突出自己個人風格做事。 沒有信心在別人面前提出不同意見。 就算你至少習慣了這種隨眾的生活態度。 當你改為食生之後, 不知不覺, 體驗到, 原來你有勇氣去做自己。 是很OK的。 沒事的。 不死得的。 全世界質詢你, 為難你笑你, 挑戰你, 紮備你, 插你。 你將他們這些負面的對待, 編為正面的動力。 激勵自己, 更加努力, 去生活得更加精進, 更加美妙。 活出精彩的版本, 證明自己, 選得對。 真是的, 人生苦短。 為何我們要討好別人去做別人呢? 成世做別人要求自己。 更加沒有理由, 全世界錯理由, 跟著去錯。 人家笨你, 自己照樣這麼笨。 他們不要命, 你自己要命。 全世界這麼糊塗, 這麼瘋, 自己又糊塗埋一份, 瘋埋一份。 你吃了生之後, 你在現場之中, 肯定會更加成熟, 更加有自信, 更加清楚自己, 現在, 生活在世界上的使命和意義, 抬起頭。 瀟灑就一回, 順流而去。 第六, 原來你發現, 食生是一個自我發現的過程, 因為你更加了解自己的身體, 更加令你認識真正的自己。 平時一般人的生活, 個個都是不去想的, 個個是這麼做, 就隨俗咯。 人家這麼做, 你就這麼做, 人家這麼吃,你就這麼吃。 由於自己很忙, 由於自己很麻木, 根本又猛到, 看不到有問題。 通界都不覺得, 每天吃燒肉, 每天吃火車有什麼問題。 搞到我們, 身體又日日在給我們很多信息, 我們是收不到的。 根本懶得去注意自己身體發生什麼事。 等到你開始吃生之後, 由於每一餐, 你都要身體重新習慣, 每一日都需要身體由頭適應過。 身體裡面, 不斷天翻地覆, 在這裡修復, 在這裡翻身, 在這裡更換軟件, 更換硬件。 加上排毒反應, 你不斷感受到新的飲食, 對於自己新心靈, 產生千奇百怪, 甚至很難頂的效果。 逐漸, 你不由自主, 想通了, 吃什麼, 還有什麼的結果, 了解自己真正的需要, 認識心理方面實際的機制, 譬如對食物的欲求, 迷戀執著, 上癮, 你知道為什麼, 這些啟發這些開運, 做人, 在人生路途上, 千金難買, 多少錢都買不到, 所謂知己知彼, 百戰百勝, 我們了解自己的生理和心理的實際情況, 以後, 在人生的戰役上面, 在我們考試裡面, 一定大派用場, 無往而不利。 第七, 食生令你享受到, 真正健康是怎樣的, 因為你開始感覺到自己的身體, 一天一日更加乾淨, 越來越輕盈, 越來越舒服, 越來越碰, 所有器官運作, 更加暢順自然, 歷來各式各樣的生理問題, 病, 勞損, 破壞, 甚至身材, 你的樣子等等, 好似奇蹟那樣, 樣樣都脫苦海, 佔入街景, 進步神速, 還想怎樣? 於是你一方面, 覺得不到身體, 原來呢, 這麼多年來, 任勞任怨, 忠誠盡力, 排除萬難, 和你做服務, 謀取最大的福祉, 多辛苦, 多冤屈, 同時你又體驗到, 嘩, 終於你做正確的時候, 分別有多大, 簡直不可思議, 原來自己身體的原廠設計, 和出廠的時候, 設定的設定, 十全十美, 這麼好用的, 你用原本出廠那種形式去操作, 感覺這麼正的, 那你就走不回頭, 第八, 食生呢, 令你享受到, 更上一層樓的飲食人生境界, 你會仿然大悟, 明白到, 原來什麼叫做口腹之肉, 原來是這樣的, 餵食是這樣搞出來的, 當你實踐了, 真正餓了才吃, 實踐了簡樸清純, 隨心去吃的原則之後, 養食習慣, 你自然就會發覺到, 食物不斷有驚喜, 口味逐漸改變, 你會前所未有這樣, 享受每一餐的食物, 而最享受的食物, 你發現, 原來你在這裡享受的食物, 就是最平常, 最普通, 最簡單, 最方便的幾種, 你的味覺完全改變, 你吃的狀態, 和以前是完全不同, 同時, 你會擺脫了食物的操控, 平時你是給食物來控制了你, 你不會深思思, 又早到晚, 又想吃那樣, 吃那樣, 去補償自己心理不平衡, 補償裡面的缺失, 填滿生命的空虛, 你就不會像其他人這樣, 和以前自己這樣, 長期用食物來刺激自己的感官, 去麻醉神經, 令自己一日二十四小時, 處於緊張興奮, 過分活躍, 瘋癲麻木, 迷惘這種狀態裡面, 情緒大起大落, 不斷抑鬱, 很累, 思想很亂, 很低能, 相反, 你戒了熟食之後, 加上沒有再食物添加劑, 刺激身體, 你就不會為了食而生活, 而是為了生活去食, 重視食物, 尊重食物在自己生命裡擔當的角色, 你不用再做食物的奴隸, 給食物去摧殘自己的身心靈存在, 就是這樣, 還有, 你會長期處於不飽不餓的天堂式存在狀態, 但是, 有緣的時候, 開心, 找到, 吃多些, 沒有緣分, 吃少些, 隨時可以不吃就不吃, 做斷食, 跟著內心的指示, 跟著宇宙的安排, 對於飲食, 處之泰然, 什麼東西都沒有所謂, 吃多了, 又不會飽到腸胃不舒服, 吃少了, 停了不吃, 又不會妨礙心情, 或者自己的工作表現, 反而狀態, 會更加正, 更加好, 就是這樣了, 嗯, 第九, 食生呢, 你可能沒想過, 令到你社交藝術升班, 你不再容易, 跟以前那班酒肉朋友去聯繫, 所有飯局應酬, 對於人家, 對於你, 都變成了苦差, 大家都很尷尬, 你要用盡你所有的耐性, 自我克制, 自慰愛心, 幽默感, 重新建立, 跟所有人的關係, 千方百計, 找到共通的興趣話題, 來去化解敵意和怨氣, 好好延續培養感情和了解, 以前你沒有這樣的挑戰, 現在有了, 第十, 食生令你, 認識很多知同道合的戰友, 這就是食生一族, 大家在新生的旅途上, 舉報為奸, 在這個過程裏面, 互相支持, 互相鼓勵, 大家報料, 分享自己知道什麼, 自己看到什麼, 自己了解什麼, 一起去解決一些, 不斷出現的困難, 你會得到很難有的友誼, 大家一見如故, 風雨同路, 頻密溝通, 次初最新的心得, 分享驚喜, 分享擔憂, 分享迷惘, 還有第十一, 食生令你得到, 盛世人未體驗過, 這麼好運氣, 好像宇宙特別疼你, 特別關照你, 你不斷匪夷所思這樣, 去安排人生路上, 各式各樣的祭遇, 你等了不知多久, 因為夢寐以求的心願, 往往就是不可知意這樣, 逝現早的, 心想自成的, 你長年累月困擾你的難題, 竟然會一夜之間, 叮一聲自己解決了, 或者是不再成為問題, 不會令你折騰, 你的生理健康, 或者情緒危機, 好意想不到, 就這樣解決了, 全化了, 總之食生之後的你, 將會覺得自己是, 真是非常非常之幸運的一個人, 不斷在感恩, 不斷在感恩, 第十二, 食生令你真正感受到, 什麼叫做慈悲為懷, 因為你每一日, 每一餐, 你不再是, 血腥去殺害, 不會令到眾生, 因為你要繼續做人, 去受苦, 反而你是用最少惡業的方式, 去吃東西, 見證了, 大愛怎樣, 如何付諸實行, 示範了, 言行一致, 送愛的行動, 不需要餐餐內疚, 即惡, 不是一個講字, 愛自己愛世界, 是真是, 每一口飲食, 都是見證, 都是給全世界看, 你自己怎樣愛這個世界, 什麼叫慈悲, 甚至親自體驗到, 為什麼天然的果食, 食生果, 才是世界上, 最無惡業的飲食方式, 只是食植物的果實, 造成苦難最少, 第十三, 食生令你重新做人, 過最簡單, 純樸方便輕盈的生活, 因為你無需再次為了飲食操勞牽掛, 浪費你的時間精力, 總之餓的時候, 隨手拿起, 那裡有水果蔬菜, 撕了皮, 弄開它, 那就食, 省了很多, 在廚房搞那樣, 又要洗本碟, 又要清理廚具, 這些功夫, 也無需要, 處處為了配合家人朋友口味, 他們的慾望, 去周圍去貧泊, 那你就得到很多, 騰出來的時間精力了, 令到你做人周圍很多方便, 更加遊閒, 更多生產力, 還有體驗到, 更加多自主自由, 不用天天, 跟著三餐的時間表安排, 去計劃生活秩序, 還有第十四樣, 食生會令到你全面徹底反思, 人類文明究竟現在發生什麼事, 因為你親自體驗到, 回歸自然原始的食法, 再次享受到, 嘩, 原來天堂是這樣的, 於是你就問, 為何所謂文明, 嘩, 要越搞越複雜, 為何人類文明, 到底都一錯到底, 違反自然呢? 你必然因為你個人的感受裡面, 領悟到原來是這樣的, 人類歷史上, 這麼多年所謂進步, 其實都是退步, 一步一步, 偏離大自然的規律, 違反宇宙的設計, 安排, 抗疫天理, 真正的進步是什麼呢? 就是否定, 捨棄, 現在一般人那種, 荒唐的生活方式, 是完全違反自然的, 同大自然作對的, 於是你就恢復回, 信復人性, 回歸天理的自然的做法了, 還有第十五, 這樣啊, 食生呢, 令你進入靜心的狀態, 怎樣呢? 但當你的身體, 不再餐餐奔入去刺激性的燃料, 尤其是等到你這麼多年, 積在那些有毒物質, 清除了之後, 你會逐漸體驗到, 哇, 原來心境平淡, 這麼正, 心如紫水, 裏面呢, 大片的情明, 寧靜, 與世無爭, 自主自足, 享受到更大更多更深的內在平安, 你活出這個道理就是快樂, 不是擁有幾多, 而是你欲求有幾少, 最後呢, 食生呢, 令你享受到, 真正踏通天地線, 那種神奇的境界咯, 喏, 這樣講啊, 以前你吃什麼呢? 誰決定的? 人家決定的咯, 你家人, 你同事, 你朋友, 跟你決定的, 因為, 人家煮什麼你就吃咯, 點什麼菜你就照吃咯, 吃了生之後, 你的感應力不同了, 你全天後, 有恢復修料的本能, 同時很明顯知道, 哪些東西對自己, 哪些不對, 清楚覺得, 想吃什麼, 不想吃什麼, 是對身體最好的, 就是這樣了, 由飲食一路推廣出去, 生命裡面每一面都有同樣的情況, 每一方面都是這樣的, 就是, 經常充滿靈感, 有預感, 感應到周圍的人, 動物, 植物, 死物, 跟你溝通, 感應到大智慧, 知道, 應該做什麼, 不做什麼, 哪個人對自己有利不利, 哪件事對自己有利或者不利, 你現在最理想的做法, 是怎樣呢, 就是這樣, 原來, 是真是好得意的, 誤講你就不相信, 食生就是這樣, Staphne說, 食生在外國, 大多數人失敗, 是生病, 你可以解釋一下, 不是啊, 食生怎會大多數人生病, 食生大部份的人, 是失敗真的, 但吃到病, 那都是排毒反應而已, 是短時間而已, 不會吃到病的, 不要見過, 我食了這麼多年, 又病了, 我見過, 反而是食好了, 你問問我的團隊, 一個二個, 以前很多個都是病得很厲害的, 長期看醫生, 食很多藥的, 現在沒有病, 我身邊很多很多人, 我有案主, 何來會是這樣呢, K就說, 我試過食生七日, 但七日都沒有變變, 還有要吃很多, 因為吃不夠, 會餓到胃痛, 這個是你不習慣而已, 為什麼你要吃很多很多呢, 你不會吃, 還有有很多實際的原因, 你上課就是, 你來上課慢慢解釋給你聽, 你看我的影片, 我解釋完的, 食生為什麼會覺得肚餓呢, 食素都是這樣, 是好事來的, 現在是正的, MC就說, 我朋友吃了食生六年, 好健康, 那些朋友一直反應, 長期看現在, 因為太多很多人問, 我回答不了那麼多, 所以只有搞多些活動, 讓大家來一起談, 讓你可以面對面這樣問, 這個星期六, 我們在錄野林就是這樣, 有七個小時, 這個是一個迷你的食生課程, 可以這樣說, 長哥做十四道菜給你吃, 十四道菜, 七個小時, 又一直跟你講食生的, 怎樣吃, 怎樣要注意些什麼, 等等等等, 那些人吃的有什麼反應, 我又請到朋友來分享, 那你那天就記得來了, 記得來, 這個星期六, 快點報名, 快點滿了, 這樣吧, 食生真是, 令我改變了很多很多, 變成另一個人, 剛才我今天分享的, 就是我食生一年, 剛剛滿了一年, 那天, 反省一下, 我的生命有什麼得著呢? 我寫出了十六點, 大家可以再聽一次, 或者, 你如果覺得有價值, 就分享給其他人聽, 講來講去, 食生就是最大的功德, 食生就是幸福的開始, 食生是對自己負責, 是愛自己的行動表現, 食生就是對得著天, 對得著地, 你順應自然這樣去做人, 你和這個世界, 就是對著幹的了, 你會成為眾矢之的, 因為全世界都不明白你, 你來, 這樣就令你升班, 逼著升班, 食生是修行的一種很高的境界, 不是我講的, 是高人講的, 不是個個有這個緣分的, 你今天聽到這一段話, 已經是一些很難得的緣分, 你會坐定定在這裏聽長歌講, 那在外地, 很多食生一族, 已經講完這些東西了, 我想, 這個是我親身的體驗, 亦都是我身邊其他人的體驗, 食生會怎樣呢? 剛才我就講給你聽, 就是這樣, 很幸福, 很健康, 很精神, 整個人是好像生活在天堂那樣, 非常之好運氣, 性格完全不同了, 但是, 食生一族真的有樣子看的, 我希望, 我講了這麼多, 對大家, 可以有些啟發, 長歌的YouTube的頻道, 就是有六千幾條片, 其中講食生的, 我想都有一二百條至少, 你想得出的問題, 都有人問過, 我在那裡答過, 如果不是, 你看長歌的書, 看我的blog, 還有我的facebook, 經常都講的, 你有問, 我就盡量回答你, 尤其是在YouTube的頻道, 那裡, 紀錄是我容易看到的, 那你如果還不是我YouTube的subscriber, 我那個頻道, 那你快點, 那你時時會收到我的訊息, 現在平均我每一天, 都有兩條片, 新的片, 上載上去的, 你看了多少呢, 那你想知道些什麼, 那最好的當然是來六夜林, 我們有緣分面對面談, 是不是, 如果不是, 你就透過facebook, 特別是YouTube, 來訪問我們, 問長歌, 長歌就是, 在我能力所及, 一定盡量去解答你的, 你看下, 最近我拍很多的片, 都是回應大家提的問題, 我想說什麼不重要, 大家想知道的, 大家不明白的, 大家好想了解的, 那些是重要的, 那你要告訴我, 那就是, 譬如剛才我看到, 有幾位朋友已經回應了, 我回應了, 我回應了這麼多, 一有機會, 我就在這裡和你直播, 和你現在, 不要那麼記得, 還有很多資料, 在一個網台那裡, 那個叫做, 圓網台, 圓就是圓頭那個圓, 網就是上網那個網, 圓網台, 你上去那裡, 有二百多, 正是講食生, 有二百多集, 還有其他飲食, 又有一百多十集, 那你快點上去那裡看, 在那裡聽, 有大家的支持, 長哥的努力做多些, 多謝你收看, 我們有機會, 有緣, 繼續談, 食生這個話題, 因為很少人講, 很多人問, 很少人講, 暫時我就接完這波先, 我相信很快就有人接班, 就有人做得比我更好, 好, 多謝你收看, 我們遲些又再談過, 不過, 臨走都要照平時一樣, 做一次感恩先, 做了感恩, 剛才我們收到那麼多資料, 就是可以很平安這樣, 出場在外裏面, 邀請大家, 兩隻腳平放在地下, 坐直直, 放鬆了, 我們一起感恩, 非常之感恩, 非常之感恩, 有人, 身體力行, 示範給我們看, 食生這麼正, 用了很多的精神, 時間, 付出了很多的耐性, 去推廣食生, 令到更加多人覺醒, 過幸福的生活, 慈悲, 功德, 健康。 我們很感恩, 大自然裏面, 有這麼多動物, 尤其是類似人類的動物, 即是哺乳動物, 尤其是猿猴類的動物, 尤其是靈長類的動物, 和我們這麼接近的, 示範給我們看, 長期示範給我們看, 怎樣吃, 才是真是符合自然, 可以令自己幸福, 令人間幸福。 我們很感恩知道, 身邊有這麼多人, 因為改變了他們飲食, 不再食熟的東西, 生命徹底重頭來過, 享受到幸福的人生, 令到世界明天會更好。 我們很多謝他們, 很多謝有這個緣份, 可以大家一起進步。 嗯, 今天我們收到了這麼多啟示, 希望他們有用。 剛才那些是, 我完全吃生後一年, 他們所感覺到的, 了解到的。 希望他們有用。 拜拜。